美国荆州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浩从与多位受害核桃代表以及他们的律师再次在洛杉矶举行记者会 揭露中国六个核桃暴力毁约,致使美国的果农血本不归的卑励行径 于浩从在记者会上表示,2015年4月,六个核桃三名负责人到中加州订购核桃 随机以香港、宾国国际贸易公司名义签约,购买1029万元核桃 结果当年9月核桃丰收,价格下跌,六个核桃自行毁约,拒绝接受这批货 在拖延近一年后,加州百余户果农只能从原定的每磅2.85元的价格降到1.5元,超低价出售,损失惨重 当我们拿到败诉美国联邦法庭的判决书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到中国,在中国最高法院直接起诉六个核桃 然后因为根据我们律师团队的介绍 根据有一个Hogan Convention的一个备忘录 中国政府对国际诉讼是有社会协助,协助国外的国际诉讼来在中国执行判决的 去年5月,荆州公司与受害果农将六个核桃及香港子公司、冰果公司分别告善香港和加州两邦法院判冰果败诉 今年2月,两边法院均向六个核桃发出传票 后透过中国司法部门花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 才送到被告公司所在的河北恒水中级法院 被告公司在收到起诉书的21天内必须给美国联邦法院答辩 预期不达将被视作自动败诉 我们的损失,然后再加上很多我们加州核桃协会上百位核桃农户的损失 那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1000万美金的这个数字 现在今天我们的美国加州核桃协会代表Eric 待会儿他会给大家奖励一下他亲身的一些感受 环球东方记者李宇冲,洛杉矶采访报道